就是 楼底下那间不上锁的房间 到底有什么 看来呀 堂哥对你也就不过如此 我呢 也就放心了 据说那个房子呢 是堂哥的秘密基地 里面有什么别的 我倒是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 里面有一部 电话 电话 对 就是以前家家 都会按的那种老式坐机 堂哥从老宅搬过来 就一直带着 我猜 他是在等一个人 等谁啊 一个多年前 就已经离开的人 他就一直在不这边 他这边 他他们的 贵 他 怒 你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跟你说 我之前差一点变成私生了 都是被他给逼的 我拍了他那么多张高情照片 他就没有一张脸是崩掉的 这表情管理比爱豆还要专业 你说他至于那么多人吗 这个也 我懂 你说他成天这么高出不胜寒呢 他不累吗 应该挺累的吧 嗯 奇怪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一瞬间有了同伴的错觉 有电话 不是我的 你怎么说 不是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不是我的 我想 我因为 那个 amo 为什么 我 为什么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进去的 我是天道电话响起来 气球说是你很重要的人 我才进去 够了 回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